电视小组赶到现场进到社区大楼内 要仔细采证有没有可疑的迹象 就在新北市新店一处民宅 15号傍晚传出命案 警察会报赶到现场发现这个遗体 是已经有发黑跟肿胀的状况 研判证明死者是已经死亡好几天了 只是他是跟丈夫同住在一起 但是丈夫在第一时间都没有报警处理 他是说他接到的姐姐的电话 对说他好几天没有跟妹妹通赖了 结果他要他上去帮忙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所谓那个伯伯上去以后 就下来吓了一跳躺在地上 死者外观初步看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也可能是因为死亡多日才会看不出异状 警方调查69岁的许姓丈夫公称 66岁的刘姓妻子患有高血压 肾结石乳癌 认为对方只是不舒服 在睡觉 以为人还会醒过来才迟迟没有报警 有听邻居说 就是靠窗户这边好像多有一点味道 所以老婆其实他行动不太方便 他走路都需要靠墙 对还有靠墙壁之类的 都要老公去残伏一下 其实两个如果认真以邻居来看 我们来判断两个老公还有太太的话 其实感情度还是可以的 15号下午 死者丈夫打电话给死者妹妹 告知姐姐似乎是过世了 亲友才赶紧报案 但身边的枕边人躺了几天都没有动静 怎么会都没有察觉出了问题 对于这说法 警方持保留态度 也不排除有踏杀可能 基本上午全家卖星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